1928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 国家表面统一 军法间的兵戈之争却依然未息 此时南方的星星之火愈燃愈烈 强林的凶猛身影也正日益逼近 然而令后人不无感慨的是 恰在那一时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所谓黄金十年 一边是此伏笔起的枪炮和硝烟 一边是正在展开的建设蓝图